沙士比亞和Darling有什麼關係 沙士比亞裡面說很多愛情的東西都是Darling的 Darling不是愛情的 Darling是純粹是一個觀賞金魚的地方 你還沒結婚 沒光顧過 Darling有 Darling你有光顧過 那時候經常帶老闆上去 其實有什麼玩我還沒玩 沒什麼玩我上去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金魚江那件事 有有有 泰國的女人坐在那裡讓你選擇 掛了號碼 一樣不一樣 Darling就用了泰國的方式 那他浴室為什麼要選號碼 因為入浴室之前 他就去到一個大廳 大廳那裡 就類似有些踢球場那些 樓梯級的椅子 對面又是樓梯級的椅子 不過有一塊大玻璃隔著 客人又坐在樓梯級 女兒又坐在對面樓梯級 對 對面樓梯級 就好像下球地一樣 下球地 準備踢球就選球員 那麼遠怎麼看到 不遠的 可不可以走近看清楚 可以的 是不能進去 即是不能進去玻璃裏 即是可以 踢到玻璃裏 然後在那裡看 你舔玻璃也可以 嘩 真棒 但是全部都是一樣價錢 這個我又不知道 那他應該有分的 因為我去過很多年前 我剛出來 血氣方剛 是20歲頭 為何你要帶老闆上去 那時候你做什麼 什麼都要做 你知道我小小 我十幾歲就打書 怎麼樣老闆 弄個樓先 打個爽骨 跟著就扯杯蒸 扯杯什麼蒸 drink 喝杯東西 扯杯drink 怎樣老闆 我幫你叫號碼 多好 那些keeper全部是說你剛才那些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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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幫唱 但是我又做過 老闆 選什麼號碼 搞好 我記得我早期去的時候 都是全部 清一色 全部是泰國人 即是女生 泰國女生 全部都是泰國人 很危險 是不是穿泳衣 要看清楚 看看下面 很薄的 會不會古怪怪的 怎麼又放一隻窩鐵在那裡 好可怕 恐怖 有隻大象 泰國 女士 什麼不方便 下次我帶你過去 drink還在那裡 怕什麼 澳門本地遊 我帶隊 我任我不肯這些 上去見識一下 你以為我沒有見識過 你就是沒有去過drink 大概就是這樣 你也沒有說 有沒有分價錢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不是幫老闆結帳 我沒有幫他結帳 通常老闆是給錢 他們吹雞開球我就走了 那你去哪裡 下去賭場 下去拆船 吃麵 當時你drink是公園的 還是回歷 回歷 回歷那間drink 沒有回歷 好像沒有兩間 有段時間 好像drink一或drink二 drink二 是在高士德馬路荷蘭園上面 是 就是 region hotel 那裡 drink一就是馬頭 那裡 那個是第一代 是 那是長的扶手電梯上去 有沒有在門口給貼士 沒有 為什麼要給貼士 有多些 印度保安 我又不是老闆 是嗎 你給幾條東西 他可能說 下面有個阿嬸都做生意 有阿嬸 又要學泰文 You get out 最有一次澳門 我覺得我自己突然間出入江湖 是什麼狀態呢 就是有一次澳門的時候 跟翁靜貞做一些危險人物 翁靜貞媽媽是澳門比較華得事的一個人 其中厲害 哇 有地膽帶吃好東西 真的吃好東西 浦國餐 我好像在船上都沒有感受到那種霸氣 你不是在船上就這麼急嗎 在船倉那裏 他不是啊 他是VIP 他搭船那裏 有間房間那裏 翁靜靜帶隊 哇 你知不知道一落碼頭是怎樣 有幾架那裏 四架黑色Benz 四架黑色Benz 洗過 路過的 走開 妨礙著 等我 等你們 劉德華 周印發 嘩 我上完Benz 你沒有帶超 那裏的有錢等於整個月人工 深夜都帶超才行 然後就上車 接著我們就怕 整隊商台我們未見 你上第幾架 你坐第幾架 第三架 怎麼埋單 埋不到單 不如我們坐在一起 我覺得又危險 你差一個人情很難還 不用還 我給他少人情嗎 通常那些是高級酒店 那些叫做會鎖車 通常是預訂的 在碼頭上 不是的 四架都是他的 不止四架 十幾架 炸的士 澳門的的士是黑色的 十幾架 厲害 他媽媽做什麼 他媽媽開了很長的 他媽媽是和何生第一代 開發澳門的 這麼厲害 是猛人來的 我就是 當時一來 四架Benz 我們幾個同事 我們不要分開 有什麼事 但是真的分開我們 Rosser前面那一架 朱邦又另一個 有什麼要分開我們 那你是去拍攝去玩 還是做節目 機關車 砰砰砰砰砰砰砰 有兩個穿西裝的人 夾著我們 我不知道是被人倒閉 即是戴著黑超 沒有黑超 都說是晚上 我那些人喜歡戴黑超 穿西裝的 黑超 那些像深圳河以北 夾過政治局的人 跟著雙規那些 我突然曉曉 你知道我們當時的商台 危險人物也是一個受歡迎的節目 但是好像黑社會送笨 上車很恐怖 那你有沒有跟那些車裡的食招聊天 哥哥你是不是全時間的 還是你拍攝穿西裝 這裡有什麼好東西吃 我都有問 哥哥你身上有沒有槍 我都有問 我說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我平時 翁小姐帶貴賓來 我們都是這樣安排的 其實我是耕田的 我一會兒收工 一會兒去幫忙派牌 不是 賭屎 我是可觀 賭場入面 那些經理都是穿西裝的 隨手上車 上了車 我們哪裏敢判行程 當然是你們作主 何先生 一會兒小姐交代了 車尾箱有兩代籌碼 他說你們這麼辛苦 風塵朵朵來到澳門 是幫你洗塵的 兩代泥馬 真的有泥 兩代泥馬 他沒有給你泥馬 沒有沒有沒有 搞錯 我們不敢去有要求 我招呼你們 招呼的嘛 那有沒有那些黑西裝 做指定動作 沒有 開門 開門當然 但去到賭場 他們會幫忙問你 何先生 何先生要幫你唱定馬 之類的 好啊幫我唱五百 幫我唱五百 五個一百元 幫我唱五個一百元 然後他扔給你 這陣子我們有些新的 烏克蘭 中亞 哈薩克那些 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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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人說是第一站 俄羅斯人說是第一站 有俄羅斯妹 生蠔啊 俄羅斯生蠔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那時候回歷那邊 下面 就是回歷那個範圍 是有一間夜總會叫中國城 還有東非 這陣子是黑珍珠 如果腳不痛的話 二十步就能走過去 對面而已 那些阿批都能走過去 上完車之後去哪裡 上完車之後沒有動過 然後開旁邊的車門 這裏可以 上完 你叫我上車做什麼 我看我型的 左邊上右邊 他上完車之後 繞了一圈 在那裏繞了一圈 是中國城 中國城 不是這樣 然後還要撞到頭 下車的時候 真的無聊 吃一下聯合國 有些中亞俄羅斯 加東非 南美 沒那麼多幻想 哪有那麼多女兒 都掃了 真的拗了頭 咦 去哪裡 那你應該不要下車 我不下車 可不可以繞我去淡仔走一圈 可以走奧坦大橋 斬手斬腳 你知道我當時我上了那個 我人生第一次上了 賓斯 這麼不開心 我正在那裏震 我怎麼知道會不會有些子彈 如果有一種車 我很願意坐 就是那些 美國那些 有沙發 有酒吧 那些 那些 很長的那些 那些有租的 那些如果 整個北歐 整個南美 大門 還會帶你過去 那些 我打麻將 馬之良 我打麻將 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 那邊 那部島合大戰 拉斯維加斯 那些 那些 他預約的一晚 好像是500美元 全部人都坐在上去 打麻醬 還有一定要唱香檳 那些大粗今年 打到天窗 女同學在那裡 然後又被人叫你 收起吧 你也有什麼人去中樂城 哇 那個震撼 應該是VIP房 然後有幾個媽媽走來 整個是足球場那麼大 有沒有媽媽招呼他們 誰知道媽媽 爸爸也來 我的女兒在哪 爺爺和媽媽都下來了 那些媽媽比那些女生更漂亮 那些媽媽 如果我有機會去 我真的想媽媽 四十多歲那些 嘩 真的 專門做媽媽都是學生的女兒 但媽媽都很年輕的 那些二十多三十歲就做媽媽了 那要叫阿婆 通常去夜總會 如果阿鵬那些 麻煩你去茶餐廳 那些樓梯還在鎮著腳 還在鎮著腳 你還沒見過大廚師 我還沒坐下來 我可以給我一盆冰炸 哇 已經幫我安排了 坐在外面 全部是俄羅斯 當然是死賊的啦 怎麼會鎮著 有什麼好東西沒吃過 你還是帶她的 就是什麼 入到房間全部是俄羅斯 她幫我們點 你要彈的嘛 對 正正媽媽幫我們點 你一坐下去 已經是俄羅斯 我們沒得選 像詹士邦那樣的 做男人有什麼慘得過 沒得選 那你應該在門口上手脫褲 為什麼 那麼方便 一進去 又有精 又有兵 又有俄羅斯美女 最有趣的是 或者你又不會 我最近喜歡吃糖餐 不是很好吃俄羅斯菜 不能選 最好笑的是什麼呢 連羅莎都被安排 羅莎當男人 俄羅斯菜 即是俄羅斯師妹都不能選 羅莎是否就裝TV 正正的 弄兩件好像普京那樣的款式 但什麼都有 發現沒有果盤 我其實想下來喝冰炸和直山頭車 故事的發展是怎樣 全部都瘋瘋瘋瘋瘋瘋瘋 又不敢玩 那些女人有沒有搭你的肩膀 打摸大腿 這些都是基本的 真是劣大腿的 人生這一次 我叫他不要 我叫他不要 你真是脫掉了 你最慘是不夠膽叫兩個號碼 什麼兩個號碼 叫兩個號碼 叫上房 應該是安排了房的 應該是安排了房的 應該是很亂的 阿亨當場出醜了 可不可以全部打包上房 我講個果盤 阿亨玩玩一下 突然在袋子掃了一些散發出來 你的是貼士來的 2元5元20元 俄羅斯女生扔回你 剛才那些馬幫我搶了 不過那個年代澳門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我就在想方法解決這件事 解決哪方面的問題 嘩 場口這麼大 這麼大隱誘 幾對曲都拍不到 場口如果是這樣 我當然要想方法解決 你不在想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怎樣開聲 單人離開房間 還是約來一群兄弟走 當然有些兄弟不走 但我們又不用摩斯密碼 不需要摩斯密碼 大家就齊齊上房 你不要告訴我沒有 我會很害怕的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單人離開嗎 整班人離開 唱了幾首歌 這些人生的歌 然後喝了幾碗 雪茄沒有吃嗎 雪茄有吃 雪茄有吃 怎麼吃法呢 好像黑林頓一樣吃 人家幫他吃 黑林頓一樣吃 人家幫他吃 人家幫他吃 人家幫你吃 人家幫你吃 真雪茄 我自己含的 這樣就差了一點 所以你表演給別人看 真的很重口味 等我表演吃雪茄 但他先塞菊花 然後俄羅斯女生 嘩 我看不起你 你去玩 然後表演給別人看 很慘 這些是天經地道的 難怪你要在中途轉席 我們原先去是打算用 那你老過也要拿些手信走 吃一下 吃一下 好東西 有啊 他拿了玻璃杯走 寫著中國城 還紀念 我這陣子 你不要說 你777 昨天我們有講中士 最近我都被迫看多一點 以前中國的發展 我就是講 以前唐朝的讀書人 一定是要在那些妓院附近 才能寫文 那些才子是這樣 那個年代 講才子馬上刺 有個妾侍 有個丫鬟 還要去風月場所去喝酒 是天經地義的 是文化來的 那些是金平梅描寫的 叫做賞經考試 在中途流落煙花之地 是呀 猛延醒覺 是 就此動臨 不是 猛延醒覺要考試 是呀 然後家仍然是有 嬌妻 於是滴起深光 是呀 混卻所有 滋粉東西 然後去考試 即是你要被火燒過才知道 以後不敢玩火的 是呀 很人性 很人性 所以你自己吃雪茄 真是 好有這個 想不到一下伏了 控制到自己 居然不是俄羅斯人 俄羅斯女生吃雪茄 是你吃 浪費了 浪費了 可不可以表現一下 我看不起你 何坑我也看不起你 應該要認識瑜伽才能吃到的 當然 吃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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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不如開個網台節目說吧 吃雪茄 加上找杜俊斌 你那個節目叫什麼 你那個節目叫什麼 哪個節目 危險人物之 澳門夜總會 十三輯 是 分十三輯做網台節目 嘩 那行啊 我分開講 講Darling 中國城 蒙羅麗莎 沙士比亞 都行 夜總會和芬蘭 還有一個真正的場面 是很好笑的 真正的 去完夜總會之後 大家喝酒 吃完水果 吃雪茄 去宵夜了 去宵夜 我忘記在那裏背你了 總之是一個吃粥的地方 在馬頭附近 遠的 遠的 走了十多分鐘車 在民居那裏 整間吃粥的地方 都是食股的 全部都是白磚 很乾淨的 類似有些打冷的東西 有粥食 裡面也有二十多張桌子 我們進去的時候 粗兵進去 裡面是一家三口 在吃東西 一家三口 就是翁晴晴 那幾條鎖都被騙了 一對夫妻和小朋友 在吃東西 阿翁老太厲害 吃東西不習慣 有人在旁邊 自己搬開吃 阿翁老太太先走 我們 走進去看著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你們吃粥都吃得幾萬 不是那麼兇狠 對 然後那三個 怎麼起床走 沒有走 然後我們都坐了 整間 又分開桌子坐 不知道為什麼 他很喜歡這樣招呼我們 又要再奏多一次 你有沒有見過澳門的大哥是這麼招呼的 其實深夜的夜晚 我真的沒有見識過 你剛才說的那些是電影情節 真的是這樣做 我知道 你為什麼要分開 一張大沿海坐在那裡吃 他又分開了 真的很有霸氣 然後他媽媽走過去那些 點菜的地方 夾東西就自己匹足 整個東西突然變了自己 真的要播這個 趴山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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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個頭一點點 Coware Dili和沈大使說財經